快速 公佩马逃 耶 阿淡你在干嘛 干嘛在墨镜 现在是室内耶 不是啦 我在享受自然光 你知道在台北市 能拥有 有這麼好的採光空間真的不多了 所以我有這機會 當然要好好把握一下 來曬一下囉 確實啊 如果你的居住環境有採光不足的問題 不但你的壓力沒有辦法獲得紓解 同時會影響到情緒 所以要用設計的手法來解決這個問題 榮哥 真的耶 光對我來講真的很重要 沒有光我就沒有動力 沒有動力 我就沒辦法帶給大家歡樂了 如果要讓你的居住空間 達到休閒的目的的話 除了採光之外 建材跟軟件的運用也很重要哦 再來是哪 設計不在多在於 設計有沒有放在位置 蔡雲章設計師常年旅居紐西蘭 將擅長的3D透視結合建築設計 不僅在當地的作品旅獲大獎 更將國外注重居家休閒的設計風格 帶回台灣 創新的思考與設計模式 呈現與眾不同的空間感受 在國外來講 他們是注重生活大於工作 回家就是休息 就是在放鬆的一個地方 居家環境比較注重在這種生活技能上 如果有多多空間 會設一個 這所謂的早餐吧台 所謂早餐吧台 就是專門在早上 家人在互相吃早餐聊天的一個地方 下午的時候 也可以形成一個下午茶 也等於是一個 所謂私人一個領域的 一個會客室的感覺 他們注重就是採光 他們其實他們滿注重 就所謂的一些 影光的一些設計方法 會把所謂的陽光 跟自然採光 當作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比如說在臥室的地方 希望能夠把空間 整個上能夠表示明亮 客廳上來講 也能夠表示 比較一種不同的一些 光影的一些設計的感覺 那當然 使用餐廳的時候 或是使用早餐的時候 能夠有衝突的陽光進來 會感覺比較舒服 利用光影 呈現空間的層次感 巧妙的動線安排 讓人住起來 有放大空間的效果 國外的家是因為很大 可以把所有的東西擺上去 感覺還是很空空很大方 可是在台灣不一樣 所以說我們必須要反向思考 要把所有東西 放下去來講的話 到底有沒有多的空間 跟所謂的走道 在之前我有設計一個案子 因為它是屬於長條型的 等於是說 我必須要犧牲一個空間 才能採光 那也因為這個樣子 我跟業主談了很久 他們也很喜歡這個 所謂的螢光的概念 能夠把家人整個弄得很明亮 我們比較主動採光 跟所謂的空氣流通的一種設計方法 你可以把一些不好的空氣給帶走 也可以因為藉由這個太陽光 把光線跟比例上有做一些調整 其實住起來是舒服的 房子 中古屋 後面的牆壁都不直嘛 所以我建議用櫃體 跟一些燈光 去把所謂的櫃體給做起來 從廚房一直到客廳 一直到餐廳 把整個空間給串連起來 所以在一整體 這樣空間來講 是屬於一個很合併的一種空間 也是尤其像等於 像國外的那種LOFT的感覺 比如說我們的書房 跟客廳來講 是不是真的需要 一個隔間或一個走道 那在客廳跟餐廳來講 是不是有一個隔間跟走道 這樣子我們把所有空間 做極大化的一些處理 讓家具本身放進去的時候 不會讓整個空間看起來很狹隘 很多的一些儲藏空間的一些功能 跟一些視覺上的一些放大效果 整合動線與收納 讓視覺屏數 大於實際使用的空間屏數 機能跟空間上來講 我會盡量先把機能化的東西 先擺在第一位 把所有的櫃體 盡量再收在走道上面 或是設置在一些牆面上面 那藉由一些牆體跟櫃體的設計 盡量把所有東西做成看路式 所以整個空間 也因為這樣看起來比較大 跟光線一樣 其實光線如果有東西有阻礙 光線就會照不進來 也跟東線一樣 我是盡量是在大窗戶那個地方 盡量能夠讓它寬敞 能夠讓陽光自然引進 這樣的效果是比較好的 創造休閒室居家有很多種手法 材質及色彩 就是可以善加利用的方式 盡量就是以比較天然的一些 大紋路的東西配上自然光 這樣所呈現的效果是比較自然 比較屬於休閒的一種感覺 因為木質給的帶點一種是一種穩重 一種可靠或一種溫馨的一種感覺 其實它是用大量的一些海島型木地板 那那個是屬於自然的一種橡木刷射 然後配上一些台灣比較少在用的灰色的牆面 那我方向挑一個是比較屬於偏綠的顏色 那因為本身你用木地板是屬於黃色 屬於大地顏色 那配上一些比較有灰色的一個牆面 帶於綠的來講的話 其實在投射燈本身就是一個 黃色的一個光源來講的話 其實造起來那個效果是好的 所以白天所呈現的效果 跟燈光打上去的效果 跟晚上呈現效果是不一樣的 設計師大量運用原木材質 並保留櫃面木材紋理 視覺及觸覺上都因自然材質感的放鬆 家具和軟件的配置 能創造出居家空間個性 在自然原木與米白色中 點綴飽和色彩的抱枕 營造出輕鬆無居的原味生活 在我的想法裡面 東西挑對比較重要 我不是挑最貴 其實本身整個設計模式 比較偏上原木色 搭配上牆體本身就有不同的主題顏色 所以你基本上軟件的配飾方法 家具你可以選擇比較深或淺或淡 都可以 其實基本上來講 它是一個百搭的一種 一種背景的設計方式 所以你可以選一個 比較屬於個性化的家具 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就像說我有一個案子 屋主選一個中國式的藍色櫃子 其實一般來講 你放在那邊覺得很突兀 可是你在整個畫面上來講 你會覺得那個是很乾淨的感覺 連窗臉 橘色的 以設計來講 你可以橘色可以搭藍色 可以搭不同顏色 可是在那個整個格局上來講 其實它是一個空間上的串鈴 你不會覺得它是一個很突兀的 一種設計方式 是用一些小配件去跳色 我不傾向是用一道牆面去做跳色 因為那道牆面做跳色來講的話 萬一說那個牆色不是你喜歡的顏色 很容易就會因為這樣 你要改來改去 那你真的要改變生活方式 或整個心情上來講的話 盡量是用活動家具 去做一些心情上的改變 對我來講 裝潢是本身說 把所有的一些基調的東西 搭進去之後 你事後你要補一些東西 你就不會覺得家裡 是一個很亂的那種感覺 很多的業主 一直看我做很多東西 整個裝修完交給他的時候 我覺得房子還是很空 可是我給他一個概念 是因為你房子本身不大 我把你的櫃子做得滿滿的 你才有多的空間可以做一些 你想要放的一些家室配的一些 比如說家具啊 或是什麼樣的東西 這樣空間才會看起來 比較明亮寬敞 我覺得我的設計是一種 讓人出不膩的原味風格 在今天節目當中 我們看到了蔡云章設計師 為我們創造了居家的悠閒環境 還有清敏華設計師 為我們解決了收納的問題 林正偉設計師 為我們介紹什麼叫做 當代禪風 儒哥 我們真的很幸福耶 我們可以去這個家看一看 那個家瞧一瞧 我明年的心希望就是 可以當一名設計師 那祝你願望能夠成功囉 好 我們的明年 設計家政團繼續再見囉 新年快樂 Happy New Year 明年快樂 要好好把握機會哦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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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